請賴先生跟蘇姊一起好不好 這個節目 兩位背貼臉請上台 我想兩位在這個司法院長副院長的審查跟民間的反應 在歷次來講這次爭議比較大 因為以前黃紹谷或是施啟陽的時代 那是威權時代 那個時候沒有意見也不用審查 那麼我想翁葉生院長跟蘭燕召院長的時候比較沒有爭議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認為現在的時空還是很沒有民主化跟人權還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你可以看出來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 通通沒有民進黨 通通民進黨的人即使退黨也沒有機會做也不會過 就表示我們現在這個時空民主化還是有相當的距離 不管你人家再好沒有用 但是呢如果你是因為國民黨的話他就會通過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講怎麼講 但你們還是通過 但是民間的聲音不是這樣 民間聲音對兩個的意見啊 強烈度跟反對度超過以往 你們兩個認為怎麼樣 你們這樣評價你覺得是不是這樣 你們這樣評價你覺得是不是這樣 你可以從後面以前看嗎 這個我 不變自評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你們兩個的過去啊 讓大家有點質疑啊 他會說你像那個賴先生的話 你要不要像那個選區劃分啊 選區啊十年不變 十二年不變 是 這種制度怎麼可以呢 他不是嚴重親愛參政權嗎 不是票票等職怎麼可以這樣子做呢 都沒有看到你的聲音耶 我有 你沒有表現出來嘛 不是 你身為主管沒有表現出來嘛 立法以前 我就說 這個有爭議可能有違憲之餘 那你沒有表現出來嘛 有有有 叫你講你都不敢講 我在這個內政委員會我都講 所以像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你的GAS更不行 就是有點問題 尤其你當律師啊 當然了你當律師四十年啊 接觸到的很多的案件啊 當事人各方面啊 所以你的角色啊 關鍵要變成啊 你從一個 跟檢察官對立 跟法院採取這個 這個相對角色的立場 一下變成要領導他們的話 這個老實講啊 這個因為你律師的話 每一件案件都有收錢嘛 每一件案件都是有報酬費用 所以你這個一轉過來 要當這個司法院院長 啊 這個民間啊 會忽然間沒辦法轉過來 這是對你很質疑的地方 因為像他們質疑叫台開案 台開案這個很有爭議啊 那你個人認為像這個對你有沒有覺得有影響 因為台開案 我早上也有好幾位委員諮詢過 尤其是剛剛邱義委員 台開案我只在一個文件上簽名 什麼文件呢 就是說這個 陳秉章庭長開庭態度不佳 違反程序 我們不能再縱容這樣子的法院 然後這個是給律師公會 那時候你太太是不是 不是 那個時候好像已經是 監察委員 但是我們是向律師公會 你太太是監察委員嘛 對 那彈劾她的時候你太太有沒有簽名 沒有沒有 她根本不知道這個案子 沒有沒有簽名 陳秉章 陳秉章 對啊 所以你在這個過程中 對啊 所以我講的都沒有假的 而且我只有簽一個名而已 我是說你的角色互換 會讓大家很質疑 那麼我想蘇維 蘇維先生的話 他歷來啊 就政黨色彩比較濃厚了 對不起 我是就我的觀感 就他的講話也好 他的政見也好 因為不是憲法 是不是憲法 憲法的話 就法政 談了談政治國家制度 所以就比較政黨色彩 比較政黨色彩 從頭到尾就被人家歸類 是比較輕這個藍 所以你的這個讓大家的公正度 真的是要讓大家 要接受有點困難 你認為呢 我想說一百句也不如用做的 那您剛提的我們的儘管民主化 但是也正因為多元民主化 所以像這樣的程序啊 大概都很少是一言堂 像我印象所及 大概前面 翁院長 賴院長 在同意權行使的時候 也是有一些意義的聲音 他們的聲音比較沒有 你老實講比較沒有 那至於我個人 他們兩個比較學者型 我想可以從 可以回去看 但是我們也很意外 您的話 您的發言啊 這個發言啊 都有 有 我非常非常 都有 揭露 這個發言是相當火辣的 這個發言相當火辣 比如說啊 這個講了很多的話 集會尤其法是社會動亂根源 要嚴格管制 我可不可以就這句話 因為您就 因為剛剛管委員 比如這樣 管委員也是去引用這一段 所以當時我一點機會說明都沒有 那個您可不可以給我一點點時間 就這段 不是 因為這個所謂的這個 斷章取義啊 在我這個學術這一行 是一個大忌 因為這個 他必須很清楚的把前後文講清楚 我記得那段話 是寫在討論445號解釋 有關集會遊行法 禁制區是不是違憲的 這個爭議裡頭 最後大法官是通過沒有違憲 那我當時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參考了 我們集會遊行法所借鑑的 英國德國等等 民主國家的 這個不用講 我都有看的啦 他們用的理論就是剛剛我講的 那我並不是表示說 因為我們在討論是說 這個規定不是說它好或不好 那是立法院決定的 而且它有沒有已經到了 這個憲法結社自由權的一個界限的問題 那我引用這些成熟民主國家 他們有比我們還嚴格的禁制區的 這個理論 這個你多說 最後被接受了 但是這個 百面上就是這樣寫 還有 早上 早上你這個 有講說這個 你在NCC的任內 沒有申請 你說你有這個沒有 變成沒有執行啊 國科會的 什麼新民主新典範的申請 那你可是你在9月2號 接受一桌刊訪問的時候 你是說沒有申請 都沒有申請 那些變成說沒有執行 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那個 彭委員您過去做過司法官 前後講話不一啊 不是您做司法官 要看證據 我他今天早上 李委員引用的是我的一個 曾經稿 然後他用曾經稿 說我說謊話 說謊話意思就是說 我講的東西不是事實 但是 我可以待會兒把 但是我請問你啊 你的你是在任內申請還是 任滿 我那個曾經稿講得很清楚 我從來沒有在任內 任職前 任內申請 或者在離職後 這個離職前就開始 我那個執行是在 八月一號 你是什麼時候申請的 申請是在離職前 前幾個月呢 這個我就不記得 應該 因為你是九十七年七月三十一號 離職嘛 對 那麼你那裡講的話 跟一周刊訪問的時候 你說都沒有申請 不太一樣啊 不是 我那個曾經稿 要不要念給你聽 你講是 比如說你任內軍衛申請 任後我們都不管了 任內軍衛申請 那就講了矛盾 前後矛盾 所以你的回答 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是 我的神經稿寫得很清楚啊 這個目前正進行的國科會研究計畫 是個人在九十七年卸任 NCC主委職務後才開始 我沒有說 那個申請 前面沒有申請 我指引才開始 我早上也跟他 那你跟一周刊講的是不一樣 前後矛盾 不一樣的 我這個 這個一周刊 那你如果任內申請的話 那確實會有一點 那確實會有一點 我等一下 會有一點 把這個 你在任內申請的話 確實啊 這樣子國科會會有壓力啊 沒有壓力 那個是國科會 對曾經得過獎的學者邀請 希望在這個 我想喔 獎的基礎上 希望做一些比較大型的研究 不是 我是問你要講話要實在 你是任內 任內申請 就任內申請 你講說是任後 就不對啦 我任內沒有 你之後執行 變成執行 我跟那個什麼任內 什麼自肥啊 或利用什麼職權 那你回去看 九月二號的一周刊好不好 九月二號出版的一周刊 你看一下 是不是跟你講話前頭不一啊 一周刊 可以當政務 不是 他是訪問你吧 嗯 我想這樣子啦 他早上質疑我 你有問題的話 有問題的話 就是說你們這個 山中啦 或是說這個 這個申請案等等啊 還有這個 馬英九正大教授的問題啊 所以你們還沒上台啊 這個質疑我覺得是 比立任的院長啊 嚴重很多了 所以我認為說你們啊 將來在司法院院長 要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講了二三十年 實際上真正 當年是我們開始在司法改革 我們那時候一個小小的檢察官 我們做到哪一些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前途啊去壓堵住 我們已經把至少把這個送月制度啊 在我們爭取下啊 廢除掉了 分案也是流水分案的 比較公平的 還有呢這個首長的任期啊 也是有有規定的 以前是萬年院長 所以這司法改革它是一步一步的 那現在預算也獨立了 那現在接下來啊就是啊 我們司法改革啊就是啊 我們這個市民感覺的問題啊 這個賴先生可能 有日可能啊 市民的感覺 這個是現在法官啊 因為他太年輕了 就做法官了 他對社會不了解 他對社會制度不了解 他對市民的 做法官的業務 你不在於在那裡 看來他的出版社會 還會否在於呢 看看他要去做法官房 那一張思考 哪一個人 會否隔天上 我們都在找人 他有任何人 一張 알고在那裡 你會否依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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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